來各位大家好,我是傑好 來看一下今天我們Alphara TECO最新的立作 來,它一樣是採用MPG無夠剝鮮的 然後這一次的進化論啊 就是它的這個導環 早期都是做比較密的 它真的是做比較寬的 然後呢,再來它的綁式的方式 綁式的方式也都不一樣 然後這一次的調性 如果跟Alphara TECO之前的S2跟RT2 RT1 它都不是比較偏硬的 這次設計是比較偏硬的 這一把的名字叫做BGX 它的耗數是300到600澳 所以我們直接來實測 來這邊它一樣做後切的 這個是Alphara TECO2024年最新的就是設計 做後切比較好握 OK,我們來直接來 再來它的手把 它做的所謂的就是緊緻版 Compat的版本 做的比較迷你 比較精巧 OK,我們來直接來實測我們三斤的 先來釣給客人看一下 因為這一把大概也是歸屬在大物端裡面 但是它的調性就比較特別 它的調性比較歸屬在三斤調性 來,三斤調性 二八貼三斤的調性 這一個是三斤的鮮 那我相信這種釣法 不管是你是手持摩爾大物 還是架在傳安架上的釣法 我相信都非常的適合 這一把價格不便宜 因為這一把終究是手工單 如果有喜歡 大家找到我們報價 阿里哥 我相信 好